太平边幅动步道受台风及滞留封面双重作用 山区降下豪大雨 导致步道边坡崩落 损坏既有木栈道等附属设施 影响步道使用安全性 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动支附件经费 约674万元半里修复工程 施作岩壁防护设施 木桩搏砍 节水气石沟 木栈道修复 平台面板及阶梯与护栏更换等 已于今年1月开放使用 官吕局长陈美秀说 崩塌处位于山区 部分机具不易抵达 工区可施作空间狭窄 且现地地形因素存在岩壁风化 亦有节里面崩落危险 只能由施工人员在近90度的边坡进行作业 既需注意岩壁土石崩落 且需同时执行坡面钢索防护工程 相当不容易 但在市府及城南厂商积极讨论及努力下 已于去年12月顺利完工 明镜需要太炭